千人而已 桃園藍綠 最強戰力 才結束台南大造勢 17號下午 民眾黨桃園大造勢再度登場 大家是因為一個理念 一個理想 才聚集在這裡 我們沒有辦法像其他兩黨 那樣的用遊覽車 便當 甚至是走路工去找大家來 今天來這裡的 都是自動自發 柯文哲桃園造勢 現場騎海飄洋 主持人更喊出 現場人數已經突破萬人 但相較昨天台南大造勢 也喊出五萬人 我們一定要把台灣迎回來 在賴清德本命區開講 柯文哲喊到韶瞎 但媒體人江玉軒爆料 柯文哲是柯米拔圓蟲 有人就擠 有鳳就鑽 只擺了1800張椅子 卻能喊出破萬人 李正浩更貼出數學公式 打臉柯文哲 面積只有2880平方公尺 三平方公尺做兩個人的話 頂多坐4000多 李正浩解釋 以現場尊王路寬度12公尺 長度240公尺計算 整條路大約是2880平方公尺 而每平方公尺大約能占1.5人 等於整條路頂多4420人 質疑柯文哲台南造勢 根本大碰轟 到底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他們的黨部 自己要一個檢討 一直被認為路占不強的柯震營 用造勢人數喊話 有沒有碰轟 公式一算就有真相 三線新聞王先生有桃吞伯